老子们前两天网飞上线了贝克汉姆的纪录片 还原了她的人生经历 其实一开始我是不咋感兴趣的 就这个纪录片 我觉得成年旧瓜嘛 但是呢 看了看没想到瓜还挺多的 有一段特别搞笑 就是贝嫂说自己是工薪阶层家庭 然后小贝居的旁边说说 你好好说话 你爸开什么车送你上学 贝嫂就支支吾 好吧80年代我爸开老师送我上学 OK in the 80s my dad had a Rolls Royce 当然这个纪录片最有看点的是他俩的感情经历 甚至还提到了20年前贝克汉姆婚内开小差的丑事 你看要是落这个那我可就不困了 你别看小贝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宠妻形象 要知道当年这桩丑闻一度被称之为10年来最大的新闻之一 当时因为没有网络嘛 就是报纸铺天盖地全是这事 不过在落丑闻之前 再先简单说一下这两人是咋走到一起的 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呢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1997年 两个人正式见面没多久就迅速坠入爱河 热恋的时候呢 每天都能打电话打到凌晨 小贝甚至开4个小时车 就为了见维多利亚几分钟 总之呢就是爱的难舍难分 时间来了1998年 赛亚让的失利呢 让贝克汉姆迎来了事业的低谷 当时呢维多利亚也是站在贝克汉姆的背后 给了他面对汹涌恶意的勇气 就站一看这段回忆是不是还挺甜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杂志啊 就说他俩是金童玉女啊 爱情故事无比浪漫来着 不过这个纪录片的重点呢 是后边啊 直接揭开了贝克汉姆的婚内丑闻 当时呢2003年呢 贝克汉姆转会到皇家马勒里 换了俱乐部 那他人呢也得从英国搬家到西班牙 贝克汉姆就说啊 那段时间呢是自己最孤独的时候 先是被交易卖掉 然后又得跑到原不通的国家生活 还没有家人的陪伴 那维多利亚呢也挺辛苦啊 又要照顾俩孩子 又得周末带着娃 飞到西班牙跟贝克汉姆团聚 但时间想到啊 这异国恋还没开始多久呢 就真出事了啊 当时呢贝克汉姆刚搬到西班牙 没几个月就被媒体拍到 跟一名神秘女性有过多的接触 而且媒体还扒出来 这位神秘女性的身份呢 是贝克汉姆的贴身助理啊 叫做利贝卡洛斯 那起初呢对这些新闻呢 贝克汉姆一直都是否认的 但到了2004年 这个利贝卡洛斯啊 直接自爆了啊 他突然接受了世界新闻报采访 爆料了自己和贝克汉姆之间的事啊 什么他俩是2003年7月份认识的 9月份就在一块了啊 两个人每天都要发 至少30分钟的路股短信 而且他将媒体描述他俩 深入交流的细节啊 什么跟磁铁一样紧密 这采访一出来 欧美娱乐圈啊 直接炸锅了啊 像这种绯闻 以前也不是没有 但是没啥实锤 这利贝卡这个不同啊 有细节不说 他还跟媒体展示了他俩的短信 那贝克汉姆再怎么否认 公众肯定都不会信了 关键是啊 利贝卡这种自爆呢 可以说一时极起千层啊 因为几个月之后 又有两个模特站出来说 他们曾经和贝克汉姆有过关系 而且从时间线上看啊 比利贝卡还早 一个是2001年 一个是2002年啊 当然啊 对这些指控呢 贝克汉姆还是一律不认 而且还带着维多利亚合体现身 去什么瑞士滑雪度假啊啥的啊 想着花儿告诉全世界啊 我俩好着呢 当时呢 丑闻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盖过去了 现在啊 就通过这个纪录片了 两个人正面回应了当年这个事啊 可以说是禁忌话题啊 是破天荒的 贝克汉姆呢 就默认了当年的错误啊 一句话倒来倒去 犯臣极端说啊 他说也知道 每天早上醒来 两个人心里都有疙瘩 但是归根结底就一句啊 对终究是我们的私事啊 而乌多利亚呢 也承认了啊 确实当年恨过贝克汉姆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嘛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觉得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啊 乌多利亚干啥不离婚 只能说啊 他们现在这个身份啊 跟这个地位 身上已经捆绑了太多的利益了 到了他们这个阶段 我觉得婚姻里边已经牵扯太多了 爱情只是其中一部分吧 如人饮水啊 能卵自知啊 曾经对婚姻裂痕啊 闭口不团的这位夫妻呢 到如今竟然用当年的丑闻 走向宣发的舞台啊 出了纪录片 咱也不知道他们的心境 究竟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呢